Hello,欢迎收看卡尔说球,我是卡尔 今天为大家带来英格安主球超级严赛 赛事分析,影朝开幕周 曼联主场对阵狼队 台湾时间8月15日,凌晨3点开题 曼联在上季最终是排到第三名的位置 而曼联在本季算是有不小的变动 除了Harry McGuire被拔走队长头衔之外 开季也被直接迈去的西汉姆联 原先传出McTomina也有想要卖 但目前不了了之 最重要的是效力曼联很久的守门员David De Gea离队 并且是留下一封给球迷的信离开 并没有欢送会 可以见得Tankhawk有多么想把曼联的老球员都清理光 要知道David De Gea是在曼联效力12年的门将 而且可以说是战功标币 而如今换来的Onana 黄马并不是说他就能够完全解决曼联后场的问题 事实上他在本身7月份的友谊赛中 总共丢了4颗球 当中对上黄马就丢了2颗 罗特蒙德1颗 朗斯1颗 目前还看不太出他和曼联整体后方的沟通是好的 加上过往没踢过英超 而曼联最大问题点还是前场持球不足 基本上前锋只有仰赖着Antoni的能力 而这点的就是问题所在 一旦他状态不佳或是无法上场 会对曼联前场突破造成很大程度的下滑 虽然从切尔西勾入Mount 但他跟Casamello目前的搭配上还是略为生疏 若曼联本季初期还是要透过大脚或是长穿 再作为主要进攻发起点 那Antoni绝对不能受伤 一旦受伤前场就没有人能够接赢那些球 这会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但好在开幕周是在主场对上狼队 可以先熟悉一下新的阵型 而狼队可以说是今年度没意外的话 仍然要拼宝级的队伍 防守大将Navis去的杀操 这次队伍在上季的防守就已经是苦苦支撑 本季估计进攻端和诺丁和森林相同 只能打这个对手犯错的防守反击 因此在做客的情况下 加上狼队上季做客战绩是2胜15 12败5合 当中的8场还搅出了0进球的难堪成绩 进攻端是去年英超进球最后一名的情况 可想的这场比赛曼联再如何调整都不至于输球 但我认为介于Onana刚加入这个曼联的适应状况 被进球的机会也不会小 也可以尝试看看双方进球的选项 这边推荐主胜大角分为2.5大 比数为2比1以及3比1也推荐双方进球 那这集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集见拜拜 拜拜